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在0918的强震发生之后 县长徐申卫是新系灾区的状况 连日来追踪重建灾区以及修缮受灾户的状况 26号再次南下瑞税 玉璃等乡镇进行勘灾 并且在玉璃及时召开了灾后重建的会议 惠中特别针对了振灾户所提出的方案进行了讨论 提供受灾户相关的需求 0918强震发生以来 徐申卫新系灾区状况 连日追踪重建灾区与修缮受灾家屋的状况 25号南下瑞税 玉璃等乡镇进行勘灾 并在玉璃及时召开灾后重建会议 惠中针对振灾户所提的方案进行讨论 提供灾户相关需求 什么叫红单 黄单还有一般单 等于说ABC三级 对不对 A就是红单 B就是黄单 C就是一般的 一般的 那这个部分会告诉大家 会再次说明跟大家讲 那后续的处理工作 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公共工程 暴损 我想这是乡公所的 这个先最后再来讲 徐政卫说 花林南区抢修卖路第九天 感谢乡镇市公所跟村里领长的配合与关怀在民 并且针对地震红黄单户进行短中长期 内容补助措施说明 分别针对专案慰问 短期收容 安全救助 拆除与补助措施 及租屋补助 重建等补助模式 进行细节说明 居住建筑物 如今鉴定后 张贴红色以及黄色单 则为危险标志 民众可以向村里长申请 通报后 由县政府相关人员进行短期安置协助 危险建筑物323户有整建需求 也可以透过村里领长来提出 欢迎县政府将跟台积电 以及慈济基金会 全力协助灾民重建家园 记者高双双 玉里正采访报道